君子兰在生长期的时候啊 它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 会长出非常多的新叶出来 而且在这期间的话呢 我们还要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 来促进这个植株新叶新芽的生长 所以我们一般用肥都是用这种芝麻饼肥 大概在一盆里面呢 埋十几二十粒就够了 但是有坏反应 自己的君子兰在整个生长期都不生长 那么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 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花土和根系两个不搭 也就是说花土它不适合根系的生长 根系呢无法从花土里面吸取到这个养分来生长 就会造成你的君子兰出现一个不长 或者是姜苗的现象出现 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给它更换新的适合君子兰生长的土兰就可以了 比如呢我们用泥碳加上核砂 或者是我们用一些橡树叶这一类的辅业土来摘种君子兰 都能够促进它的生长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盆太大 如果你用的盆太大君子兰的话呢 它就会只长根不长叶 所以我们用的盆一定要和君子兰相搭配才行 也就是说你的君子兰放进去 将这个君子兰与这个盆并大概呢 不能够超过五公分的一个宽度 如果超过了那就说明盆太大了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不是换土而是要更换小一号的花盆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